半年前的海荔村工潮 揭示工人在外判制度之下 如何被剝削 令政府檢討外判制度小組 間法研究如何加強保障勞工權益 方向包括在僱傭合約當中 增設不少於遣散費的約滿酬金 相等於全其工資的10%至15% 有馬一請說 在海荔村做清潔十年 英姐日曬雨淋都是為了糧餐 半年前經歷10天罷工 才向外判清潔公司追逃遣散費 但不是一天都光亮 上個月淋花那陣 他弄傷手教 要休息十多天 但公司涉嫌沒有幫他報工商 上班弄傷他出那麼多 給你也沒辦法 自己不懂 他說病假和工商都是那麼多錢 工商又要去勞工處 公司當他缺勤十天 另外用支票出了十天人工 連醫藥費 但之前罷工爭取加的172元人工 就因為缺勤按比例扣了 為什麼公司不報工商呢 公會說可能只是不想給人家補費 和怕麻煩 不怕影響下次投標 因為政府現在的外判評分機制 根本沒有工商紀錄一環 現在價格是佔最大份 通常是七成 人工工時等的技術 就只是佔大約三成 政府的跨部門小組 檢討外判制度 其中一個方向是調整過於 執重價格的評分準則 可能變成六四比 也會調高人工等細項分數比例 又清潔公司認為是好事 不用惡性競爭 一美鬥便宜 有一個誘因令到 鼓勵到成萬商 你真的不要只想著 你怎樣壓縮壓縮 壓縮到你那個價錢可以很低 而你是要想著目在 保障會員的權益 或者我提高服務質素那方面 發到心思 檢討的另一個方向 就是增設不低於遣散費的 約滿酬金 減少外判商 在服務合約期滿之前 為了逃避支付遣散費 要僱員簽自願離職 或者簽新合約的誘因 即使做不夠兩年都有 即是無論他是不是做到約滿 他在約滿前 如果機構用種種方法 或者他要離職的時候 都計算他在職的時間 用個比例去給他 這個就倒絕了這些外判商 硬強迫走他們這個情況 照計算可能就是他的 薪酬過去的10%至15%左右 勞福局說小組過去幾個月 跟了不同的勞工組織 外判商組織 和立法會議員會面聽意見 期望今年第三季前完成檢討 有先知識記者 馬車請到這裡